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BONUS VIDEO 大家看到我沒有化妝和頭暖暖的 其實大家都應該猜到 因為我要試衣服給大家看 我免得這麼多 如果我化妝的話我怕髒了衣服就不好 其實我過往幾個星期 都在ASOS和ZARA分別買了好幾次 我都存到一堆衣服去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知道是春妝好還是夏妝好 因為有些是長袖薄的 有些是短袖T恤的 都是我平時的Style 但大家不要聽到春妝和夏妝就不會以為沒什麼黑色 其實這個Haul大部分都是黑灰的 如果你跟我的Style差不多 又想看看我之前買了什麼的話就看下去了 我現在會站起來穿衣服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看衣服不用看我的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試衣服是怎樣的話就看下去了 以及以下的資訊欄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對特別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看完這個影片就可以看看資訊欄 我現在先試衣服上身 第一件就是這件衣服 其實裡面這件T恤都是在ZARA買的 稍後再說這件T恤 當然我是不會這樣搭的 這件衣服我喜歡它是做了速袖的 所以這個袖是型的 還有駁的位置很適合 這件我是買了中碼的 我平時是大碼的 這件因為駁的位置就買了中碼的 我都說我買外套是會買小一點的 大家看到都蓋過屁股 如果大家平時跟我一樣 就是穿西裝外套的時候 喜歡過就綠起 型一點點、多東西看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這件就完美了 因為它是不會掉的 它是不會掉的 旁邊就有兩個袋子 這個袋子我還沒塗 旁邊有兩個袋子 我覺得這個上班、Smart Casual 都是很適合的一件Blazer 大家看到牆上是蓋上我的背包 如果大家需要這類型的Blazer 其實我是很推薦的 黑色,基本上配什麼都可以 到這件都是在ZARA買的 這件其實變成我的家居服 其實這件是一件Oversize T-Shirt 這裏有個骷髏骨頭 寫了Born to be cool 下面寫了Back to dark Tone up to loud 深灰色 這件是細碼,因為本身是Oversize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穿上橙都可以 而且它不透,布料都蠻緊的 所以我買了基本上熱的時候 我都經常穿著 當然買的時候就看看尺寸 因為平時T-Shirt我會買大馬 但因為這件Oversize 所以小馬都已經是這樣的 這件都是ZARA的 這件是斯文少少和女生少少 我覺得如果大家上班想玩春裝的衣服 而不想太花巧 我覺得這件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件我是買大馬 它裡面有兩層 所以我現在穿了一個黑色的布袋 大家都看不到,不透的 這件很簡單,越漂亮 但我喜歡它的袖 因為它是做了C-True和Bell Sleeve 大家看看那袖 這件很闊 最近都是很流行的 春天會比較流行Bell Sleeve 但我覺得我買衣服很少看它流行不流行 但如果輕,但有形適合的話,我也是會買的 外面有點滑 裡面比較貼身 不需要打底 符合我所有要求 而且出來的樣子都很斯文 當然穿牛仔褲也可以 而且這裡我真的很喜歡它的袖 我覺得你們有很多人都會喜歡這件衣服 這件都是春裝,都是ZARA的 其實是一件穿衣服的物體 但很滑的材料 大家看到有多少布 肥一點都穿得到 這件我是買了大賣的 旁邊有個小小的Split 但不誇張 前短後長 大家看到的差別 這裡是前短一點,後面長一點 沒有漂亮的,越漂亮的 你喜歡扣又得,我就喜歡脫開的 這個袖子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是有一點燈籠袖 這裡其實是促進去的 我給它吸引,還有給它一些星星吸引 是不是很眼花呢? 其實我穿的時候有機會會放在一邊 因為它多布,放在一邊的袋上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如果放在褲子那裡 有機會都未必好看 所以我通常多布的話,我就放在袋上 這個袖其實對我來說是有點長的 大家看到嗎? 去到這裡的 我穿的時候,我會拉這個位置 然後讓它卡住 卡在手臂那裡,那就沒有那麼多布 但是我喜歡它的型 因為穿了很舒服,那些物料是不熱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款式可以搭配到我對Gucci的Lofus 所以我就買了 對,我就買了 都是很隨意的感覺 而且是有點形容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看,而且肥一點也能穿得到 對,看看這裡有多少布 肥一點也能穿得到,沒問題 這件對我來說都屬於春裝的 因為布料是滑滑滑的,不熱的布料 我做了斯文袖 有顆鈕,如果你想捲起來都可以 然後這個位置有一點high neck 後面有顆鈕扣的,大家看到了 其實粒鈕都很容易扣的 然後這個位置做了皮邊 有些洞洞的 比較適合的,這件我也是買大馬 這裡也是做了皮邊的 其實有點短,所以你舉起手的時候 有機會露肉的 所以穿這件衣服要小心點 但我覺得如果你穿高腰褲應該可以的 即是如果你不想露肉 但如果你喜歡露一點的話都可以的 但我覺得長度來說 看起來很不錯 起碼它不是補了 所以我都喜歡這件衣服 因為是有點型的 然後到這件,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就是一件比較斯文的 一件Top,我不懂得說 又是前面短一點,後面長一點 你喜歡塞就可以塞在這個位置 不塞都可以的 布料比剛才那件挺身一點,實質一點 這個位置為什麼我喜歡它呢? 其實它這裡做了Dig V 但我裡面這個是bra 如果你喜歡露一點的話 如果你不想走光,裡面最好穿件Tube 因為這裡都低的 剛剛在事業線的位置 我最喜歡它就是有這個Choker 連在一起的 你穿的時候就在這裡綁兩顆扭就可以了 扣兩顆扭,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袖對我來說是長一點的 它又是一點速袖 這個位置就長了一點 但我穿的時候會摺一摺這個位置 其實我就完美了 我覺得這件東西,Glam也可以 上班也可以 Smart Casual也可以 看看你如何配襯 我都說我有很多黑色東西 其實這個是The Only Color我會穿的 這件衣服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但穿的時候有點狠氣 因為袖是這樣的 穿了頭的時候就要找袖 插手進去 但我超級喜歡這件衣服 因為你可以這樣穿 其實它這裡是一些冰箱的物料 然後這件是固定的 然後穿在你的身體上 不會太貼 我穿東西就不喜歡太貼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也可以想想這件 因為這件穿上去舒服 輕身 也很漂亮 其實就是這樣 可以遮到手臂 因為有時候手臂肥 又不想露出來 又可以遮得來 是不熱的 這件又可以上班 Smart Casual也可以 甚至有時候去一些活動 我覺得這件衣服 都是蠻Glam的選擇 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看看 可能你覺得為什麼不買衣服 買一些很淡的 但就是因為淡的 所以才不用用腦 都可以配襯出來 如果它太花巧 你要想怎樣配襯 我就不興趣 我年輕時可以的 我現在就不興趣 所以我買的東西都很淡的 搭什麼都可以 想像一下這件衣服 搭西褲也可以 搭牛仔褲也可以 搭藍色牛仔褲也可以 搭爛褲也可以 這件又是一件很普通 都是ZARA的 很普通的一件衣服 但就是做了那些滑滑滑物料 所以又是不熱的 這個袖又是做了鬆身的袖 不會貼住你 這些位置都不會貼住 這件我也是買大碼 又是前面短一點 後面就長一點 這件前面真的短 大家看到我的屁股 先拉高一點 這件前面真的短 有時候舉手的時候 真的有機會露肉 但我覺得問題不大 它不是真的非常短 通常我會放在這裡 或者放在袋子裡 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件不放都可以 它的型都很漂亮 都是V-neck 這件不太低 但如果你們要污低身的話 不要走光 有件Tip Top在裡面會比較好 就是這樣 這件我都非常喜歡 就是喜歡它夠簡單 最後一件是ZARA 待會我們到ASOS 這件基本上是很我夏天的衣服 一件薄薄的T Shirt 但旁邊這裡做了花 做了embroidery 花都做得很細緻 而且那件衣服是很細緻 不會貼住我 短袖 我覺得這些類型的衣服 可以外面加一件衣服 如果是冷的話 但如果夏天除了一件衣服 就已經完成了 又是不用老的一件T 但是有花紋的T 所以也有少少是Glam 我們現在到ASOS ASOS我買T比較多 ZARA那些有少少都是FORMAL ASOS我主工是T 這件是從River Island 我都是買我正常的馬 都是大馬 我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這個位置 腳裏做了Sequence 都蠻有型 我覺得蠻Rock 又是灰色 你拉下來一點也可以 在ASOS的Model 我記得它是怎樣放在褲子上 但我就不太好 我應該會這樣穿 然後配上牛仔褲 如果你們會襯Leggings 都勉強可以 因為剛剛遮住了這個位置 如果你們穿Leggings 都可以 我自己很少穿Leggings 我都會穿牛仔褲 我覺得這件是舒服和Rock 因為布料是比較輕身和軟身的 其實穿上去都舒服的 領項剛剛好貼著這條邊 所以我覺得都OK 接著這件是紮染的爛 大家看看有洞 又是我的風格 冷冷的 這件是長身一點 比剛才那件 也闊身一點 這個位置 穿Leggings是可以的 我最喜歡它的邊是做Lace 有一點不同 整條邊都有Lace 後面的位置做了大字沒有螢光 我覺得有一點不同 例如有時不想想太多東西的時候 一件這樣 跟著牛仔褲就可以彈出街了 穿上衣服就可以彈出街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是舒服的選擇 因為布料都是軟身和不焗身的 亦不會捉住你的肉 所以沒有肥這個問題出現了 領項都是剛剛好在這個位置 剛剛好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有點胸 所以太低的有時會穿得我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時會穿得我肥 跟著Bow Neck的話 即是直身那些 我是穿不到的 令到我的胸很大 所以我通常都要它剛剛好在這個位置 要它鬆身 這個就是一件很基本的灰色T 但我覺得我基本上 應該夏天的時候 每天都會穿這些東西 去年我有一件Topshop的深藍色T 然後我穿完之後 我發現深藍色也是非常適合的 Navy Blue 我去年去手掘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沒有什麼T是深藍色的 沒有什麼正式的T是深藍色 而布料是OK的 我今年找到了 所以馬上就買了 這件就比剛才那件灰色比較適合的 又是 這個領域是這樣的 不會太低的 即是我低身都沒事的 最重要是這些 然後布料是軟身 但它軟得來不會鎮住你的豬腩肉 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OK的 這件我都試到自己經常穿 或者有時候我會襯西裝外套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去年買了這件灰色的 然後我穿完之後覺得很舒服 布料很薄 但它薄得來又不會鎮住你的豬腩肉 然後是雞翼就這樣的 這個位置是有少少high neck的 對了 有少少high neck的 我覺得這些我買了黑色 這些也是我會常常穿的衣服 一夏天熱起來不想襯 我就會拋件這些 我就會外出 所以看到有黑色我馬上買了兩件 剛才那件黑色T比較貼身 FORM FITTING 我覺得那件襯西裝外套 或者就這樣穿得OK 但有時候我不想那件太貼身 我覺得這件跟剛才那件差不多 都是少少high neck 但不會熱 它是少少的 起碼我撈底身就不會走光 然後又是雞翼就 但這件的型就鬆身很多 所以有時候很隨意的日子 或者不想件衣服貼著自己的話 我就會這樣出門口 很快就到最後一件了 我很喜歡這件衣服的顏色 KIND OF LAVENDER GRAY 灰得來有點LAVENDER TOUCH 大家看到我選T-SHIRT都要高一點的 這個位置我很喜歡它是做了摺了 而那個摺是套起來的 我覺得有少少東西看 還有這個有少少SWEAT SHOT衛衣 不透的 顏色也有少少不同 我穿也是這樣的 然後踩上身衣服就可以出門口了 旁邊有少少裂位 但不誇張的 我自己不喜歡那些拉到好上的 因為都是會迫肉的 穿褲的時候其實這塊肉是會迫出來的 有時候走走走走的時候 它摺到我就不喜歡 所以有少少SWEAT SHOT 但那個SWEAT SHOT不能太高 我是很麻煩的 我就會這樣 這件也是My Favourite 各位我回來了 頭都亂了 大家應該明白為什麼我這個影片選擇不化妝 因為如果我化妝應該會灑活了衣服 希望你享受這個 bonus影片 雖然我的風格表情都是比較黑、灰、藍 但我相信有人跟我一樣都是比較鍾情的 我覺得這個影片的衣服是最好顯示我夏天、春天的風格 都是一直都是黑、灰、藍 但跟冬天風格有少許分別 因為冬天比較方便 但夏天我真的搞不定 真的要比較隨意 而且春天都黏黏黏 所以我都不會配很多東西 如果一件飄飄日的衣服 我就心滿意足 穿了不要熱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希望你在這個影片找到一些inspiration 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